老板好 哎你你个黑金老板就下来 不是你 我妹妹我妹妹在这公司干了三个月 你为什么就给他开了500块钱 你别弄谁啊你是谁 我跟你说我是他姐 你过来 我妹妹告诉他一声为什么就给300块钱 滚 滚滚滚 你先不是你先把我扶起来了 你就忘了你你黑金老板能不能开 你要不能开你给我换单这个破公司 我叫你会你先扶起来 不是你是干啥的 干啥的我妹妹啊 你过来了 在高材上在咱们公司干了三个月 就给我们开了500块钱 黑金的老板 我告诉你别动手啊 我问你怎么回事 你是保洁部的 对保洁部每个月都有8000块钱的工资 三个月怎么可能开500 谁你看就给我们开了500 妹妹你跟他说怎么回事别怕 这是丁主管开了500块钱 丁主管给你开了500块钱 对 哪呢 不是大姐你不要冲突啊 这个事如果是真的 我给你调查一下好不好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好了 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但是你不要动手在公司好不好 你看你刚才把我打的 我打你 我打你怎么了 谁让你不给我妹妹开公知了 我们家里着急用钱的 还有 我问你 前两天 我妹妹那个设计方案 我那个奖励呢 奖励呢 你越说越离谱了 方案 她这么保洁了 怎么可能会多方案呢 我妹妹是高材上 清华北大毕业的 什么 你妹妹是清华毕业的 对啊 然后来这呢 为了让我们交两万块钱 我交两万块钱 叫我们冲保洁盖 你先不要吵 你先不要吵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 史真香 你叫史真香 不是啊 那个你说是金竹馆 把你安排过来的 对方案是你做的 对 你又为你做的话负责的 知道怎么办 我说的是真的老板 那个奖金是应该属于我的金竹馆 把我的名字请人 他的名字 那金竹馆为什么安排你干保洁 你的师傅还毕业的 他说我们乡下人 农村人应该就让我妹交两万块钱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是金竹馆对吧 对 别怕 喂 金竹馆 我跟你三秒钟的时间 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我等你 我告诉你啊 如果说这个事是真的 我一定为你做足 如果说没有这个事 你知道刚才你做的 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不过吗 我知道 我就是为我妹妹去出这口气 好 你们这公司太不作为了 你们两个跟我来发办公室 快点 我看你要跟我出你不明白 别怕妹妹 哎 我买你车 告诉你 这事不理明白 都死我都给你砸了 不是你怎么这么野蛮啊 我告诉你啊 有事我给你处理事 钱少了我可以给你补钱 赶紧 别跟我说你还没有用的 首先 但是这个事要录要属实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就是属实 要不然我也不能来公司闹 小石我告诉你啊 你是咱们公司保洁部的 对不对啊 对 如果说这个属实 属实的话 我一定给你出头 但是你不能领着你姐这么来的 我我不来 我妹妹都在欺负死 老板 这谁啊 这是不是那个 那个 不是 等会 等会 不要闹了 在我公司不要闹好不好 这个事你想不想处理了 行 老板 你给我处理 今天臭书不明白 你让谁也别处理 老板 你给我做主持人 谁啊 老娘妹 我问你个事啊 爸你认识吧 认识啊 认识咱们公司的保洁吗 你知道他什么学历吧 清华大学啊 那为什么让他干保洁啊 老板 农村来的 应接毕业生 一抓一大宝 你给我闭嘴吧你 我历练他呢 好好好 这个事我现在不跟你计较 一会儿跟你算啊 咱们上个月 双面交贴的那个方案 我已经把奖金落实到你手里了 是吧 对我做的嘛 你给我了 是你做的 你确定是你做的 署名都我的名字啊 你听到了吗 你再说一句 我做的 结果张大 你的口眼 你给我看完 谁呢 这谁名 不要闹 不要闹 谁呢 老板 帮我做的 死神香 你说是你做的 对不对 对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谁做的 老板 我做的 老板 一会儿拿出你的实力说话 你个死娘子 来 这个双面交贴 就是这个方案上的 你按照方案的内容 我讲一遍 来 行了吧 费你了 我看 方案是不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东西都在你脑子 你还需要看吗 讲 我再问你一次 到底是谁做的 这个方案 小某杰做的 那刚才进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也是为他好 你说是吧 你小年轻 没什么经历 什么锻炼锻炼他 锻炼他 他用你锻炼了 清华大学毕业的 刚咱们公司没有三个月吧 三个月 三个半月是吧 对 做出了这么优秀的方案 你不去奖励他 鼓励他 你还打压他 还有工资 为什么个人给开了五百 钱呢 我都想抽你农村的 你不是农村人生的 你吃的饭 住的房子 不是农村人给你的 你还瞧不起农村人 你算什么东西你 我把他学会了 我拿这么多钱 闭嘴吧 金主管 我没想到 这种冒名顶替 女权谋寺的事 是你干出来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一次了吧 就这一次 我告诉你一次不中 我终生不用 你跟了我用八年了 对不对 我是看你人品不错 他把这个职位 让给你做的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 你竟然干出这种事来 好了 我不想跟你啰嗦了 就两件事啊 第一 把客户他的工资 给我一分不少的还回去 听见没有 还有第二件事 他的方案 奖金 所有的一切 该还呢 还个人家 还 办完以后 你去财务 把你的工资领上 令门高就吧 不是老板 我也认错了 钱也还了 给次机会吧 给机会 你有给过他机会吗 我告诉你 回家查一下字典 人子是怎么写的 学会了做人 再出来做事 出去 大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事呢 确实是我没有监督到位 让你妹妹受委屈了 这样 小时啊 如果你还信得过我的话 能不能在公司继续干下去 可以的老板 可以啊 行 妹妹很优秀 然后啊 这个我也敢保证 以后像金主管这种嗨群这么 在这么公司 绝对不会再出现了 好不好 但是大姐 我还是要说一句 以后做事 千万不要这么轻松了 但是咱们这个事 我也不会去追究 该处理的 我也处理了 希望你能放心 把妹妹放在这 继续让她在公司 发光发热 好不好 是的 像这样大姐 这也到饭点了 我带你们一起吃个饭 咱们一会再聊 好不好 好 走 我要吃 美丽讨压